空氣品質不太好 PN2.5今天是再度超標 受到大陸冷氣團減弱 各地天氣轉好 氣溫上升 也導致台灣西半部的擴散條件不佳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顯示 高雄大寮站測到的PN2.5 已經達到紫暴等級 中南部多處的PN2.5 也已經達到紅色警戒 今天的狀況 冷氣團減弱 各地的氣溫回升 變成會造成局部地區的空氣比較穩定 所以被低狀污染物比較不容易抑散 變成說目前我們測到彰化線溪 跟20測站的空氣品質 已經達到不良的一個等級 所以目前環保署的顯示 等於說這樣的空氣品質 惡化的情況會持續到3月6號左右 環保署彰化地區監測在目前 測得彰化的指標最高是8 20指標是7 那麼除了彰化式空氣品質普通 其他線溪20都達到了不良 主要還是因為大氣擴散不佳所影響 導致這個境內污染物持續累積 目前是啟動了應變措施 加強路邊灑水 並且嚴格取締露天燃燒 另外提醒出門的民眾 也要記得備上口罩